Hello,大家好,我是Mr.Manso,今天會是大家講HKDSC 2017 Mathematics Core PIPA2,Session B,Question 31 OK,這次的Reference Play已經被迫要講了 如果我們在講圖像的平移的話 當你在Fx後面加K,其實Fx是說Y直的 通常Y等於Fx,我們就說 將每一個Y作表都要上升K那麼多格 當然,如果減K,就下降K那麼多格 OK,不過平移就該死了 平移就是左向左向右移 那你就要用這幅圖 譬如這個就是x-2的2次 Y等於x-2的2次 當然,當Y等於0的時候,x就會是2 我們發現原來減2不是我們心目中想的 去極小方向走,反過來去極大方向走 OK,即是說,x-k就是極大方向走 那x加k就是極小方向走 OK,這裡有些字眼,在英文那裡你自己看看 好,接著之後 現在剛才你看到一個反射 剛才那個動畫 那本來是正Y軸的東西就會轉到負Y軸 那很簡單,即是把那些fx轉到負Fx 就會將正Y軸的東西轉到負Y軸 OK 那如果你無端端把一個x轉到負X 本來正X軸的東西就會飛到負X軸 OK,這個就是反射的 reflected along white axis 那你自己記一記 好,最後這個放大縮小 好,先放大 如果我本來一條黑色的線 就是原裝的那條 就是Y軸的fx 如果我在前面乘了k倍 其實就會把它扯高了 本來這個頂點是1 你乘了2 頂點就是2 OK,本來那個極小值是負1 你把它乘了極小值 由負1就變成負2 即是倍大了 OK,那我們就沿著Y軸擴大 OK,那當然了 你乘了數是小一點的 那就沿著Y軸擴小 好了,接著就該死了 如果我們看沿著X軸的 當我們本來是一個fx的問題 就是360度走完一個週期 如果你無端的在X乘了2 即是達了兩倍 我們會發現 咦,不是呀 360度走了兩個週期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說它是縮小了 它就由360度一個週期 就轉了去180度一個週期 其實呢 用短了的度數去走一個週期 原來我們就在X那裡縮小 然後再轉 如果我們在X那裡縮小的0.5 它就要用到360度走半個週期 本來是180度走半個週期 轉了360度走半個週期 我們就說是放大了 那些字眼呢 你要自己慢慢在那裡沾下去了 OK 不沾都沒關係 不沾聽完再放著再沾 現在它原裝的幅圖 我們三十一條就給了你 那就給了Y的折距 Yintercept就是10 Xintercept兩個分別是-12和4 現在它很搞笑的 它就說 我想找找Fx over 2 OK Fx over 2就會做了一個Gx出來的 OK 由於它在X那裡做事 我們就說 咦 它將X除了一個數 那就除以2 我們就說它會沿著X軸放大兩倍 什麼叫做沿著X軸放大兩倍呢 看看 它本來由0走到4 即是4格 那現在轉了兩倍 轉了八格 OK 由-12 如果要2倍 就去到-24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你找條線串 它就會是Fx over 2 可以嗎 我們就說 它是沿著X軸放大了它 enacted along x-axis 2 times OK 除以2就是2倍 除以3就是3倍 除以4就是4倍 OK 好 這條都說完了 白頭公說 當年 當年就放在37條 就是說一些Tricolometry Tricolometric Function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去看看 OK 那麼 14年 通常都是計算代數的 由於擁有聯合方程 我擁有聯合方程的 好了 14年 14年那條我都挺有趣的 好 有什麼問題找我吧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 卻教到你的生命 有緣就在留下士地下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 拜拜